高龄不绝经竟也如此危险 它62岁一直在来夜景 突然出现什么血水样的一个粉明物 而且特别特别多 晚上需要垫尿裤 子宫内膜癌三大危险境地 你知道多少 它是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那么没有生育 为什么怎么还跟子宫内膜癌有联系呢 怀孕以后对我们子宫内膜 确实是一种保护作用 本期健康朋友圈重视危险信号 让您不留遗憾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秘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白杨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带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那么也请我们的小鱼 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大屏幕 这大屏幕上有四个器官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伙都认识吗 那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展示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四个器官了 小鱼考考你 看看这四个器官分别是什么 你可以大胆的猜一下 哎呀小白你真的是难住我了 这四个器官 我看这个第二个有点像肠子 这第四个吧 你说像心脏像胃 有点回答不上来 真是难住我了 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揭晓答案的时刻了 那这四个器官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啊它就是我们的卵巢 直肠子宫 还有膀胱 那这些器官啊都位于我们女性的盆腔内 尤其呢是子宫 那是我们运生命的宫殿 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贵的房子 嗯没错 都说子宫好 不衰老 虽然我和小白呀还都非常的年轻 貌美如花 但是这个子宫也得好好的呵护好 哎小鱼你可算说到点上了 那么子宫的存在啊 赋予了女性特殊的能力 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疾病的风险 这种疾密往往让女性弹之色变 甚至很多女性朋友还未曾听过她的名字 那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沙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主任袁小梅医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袁主任 袁主任你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小姨好大家好 我是沙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袁小梅医生 袁小梅 沙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主任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中西结合学会 妇科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常委员 辽宁省中西结合学会 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 睡眠医学分会 妇科睡眠障碍专业学组副组长 辽宁省免疫学会 妇产科基础与临床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欢迎欢迎我们的袁主任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子宫容易得一种比较危险的疾病 那这种疾病啊 甚至很多女性朋友都未曾听过她的名字 这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还是请我们的主任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这种疾病就叫子宫内膜癌 它以卵巢癌 宫颈癌 并成为妇科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 子宫内膜癌的流行学特点呢 多数都发生在我们的绝经前后 特别是绝经以后 但是近三十年啊 我们确实有子宫内膜癌有上升阶段 尤其我们的年轻女性有上升趋势 那其实刚才我们主任已经提到了啊 这个从年轻未婚未育的女性 那么到这个绝经以后的女性 他们都有可能得这个子宫内膜癌 那说明她这个患病的群体 应该说是没有年龄差异的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 那么四十岁以下的子宫内膜癌的几率呢 还是比较低的啊 绝大多数呢发生一个绝经以后 还是跟我们的起数有关 尤其是我们的对于我们的肥胖的患者 我们俗称子宫内膜癌的三姊妹 就是我们的一个肥胖 糖尿病高血压 所以说呢 这个疾病啊 在我们这个老年女性朋友的身上 是更为常见的 但是我认为啊 在这个未婚未育的这个女性身上 我们更加应该重视子宫内膜癌了 那么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 小鱼刚才听了我们主任的讲解 是不是也深有感受 就特别害怕呢 是啊 一往我们都是关注卵巢癌啊 以及宫颈癌等等 我们对这两个疾病有了很多的了解 但是子宫内膜癌 我们真的是很少去触碰和涉及 那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如何能够重视这个疾病 并且合理的去远离它的致病因素呢 没错 我觉得小鱼提的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重点 那么如何保护我们女性的子宫健康 远离子宫内膜癌呢 袁主任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公布一下 那叫做三大危险境地 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解读 来给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 提供更多的一些警示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第一大危险境地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肥胖 它是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纬因素 那么临床中呢 我们很多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都是一个肥胖者 那么为什么跟肥胖有关呢 因为我们的皮下脂肪里 还有大量的芳香化酶 那么芳香化酶的作用呢 就是能让肾上腺分泌的 熊西二酮转化为齿酮 脂肪越多 你转化的能力就越强 那么既然产生的齿酮就越高 那么高齿酮 就是我们日后 子宫内膜癌的形成的一个高纬 致病因素 肥胖还导致我们不排懒 不排懒就没有孕育素的产生 那么过多的齿因素 就能促使我们子宫内膜 曾增殖期发展 那么事后 这也是我们日后形成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纬因素 那么由于孕肌素的减少 就造成了我们体内齿酮的相对增高 那么增高的齿素 就会造成我们的体内子宫内膜 曾增殖期发展 总是处于增殖期的阶段 这也是我们日后形成 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纬致病因素 那刚刚我们主人告诉大家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孕肌素减少 雌肌素增多 就会导致我们患有这个子宫内膜癌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那主人您看一下 我和小鱼这样的体型的人 是我们俩都是比较瘦的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不容易得这个子宫内膜癌了呢 小白那可不是 你别看我瘦 我是可喜欢喝奶茶 并且喜欢吃火锅呀 烧烤呀 但是我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这好烦耳塞呀 就是怎么吃都不胖了 是不是 那像小鱼这种人 是不是也不容易得上这个呢 其实临床当中也有很多 比如说多囊卵巢中风症的患者 也有受多囊 除了肥胖容易导致子宫内膜癌 其实它还有一个危险因素 就是糖尿病 那么糖尿病 也是我们子宫内膜癌的 一个高纬因素之一 因为糖尿病 本身就容易办发高胰岛数血症 那么高胰岛数血症 就跟我们的子宫内膜癌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而高血压呢 高血压能造成我们子宫动脉 周样硬化 而且它代谢紊乱 代谢一紊乱 就也会造成我们子宫内膜癌的 一个发生 这听起来真的是挺可怕的 所以说呢 无论是年轻的女性 还是老年女性 都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子宫健康 健康生活远离子宫内膜癌 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友 对于子宫内膜癌 有什么更多的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进行咨询 或者呢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给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原主任 来为大家一一解答 同时更多精彩节目资讯 欢迎大家下载 北斗熔眉客户端 一起来收看 那刚才呢 我们讲解了导致子宫内膜癌 三大危险境地之一 那就是肥胖 那下一个危险境地 到底是什么呢 广告过后 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一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偶致厚凡 医人心 高真糖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节目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妇产科 袁小梅主任 带您重视危险信号 远离子宫内膜癌 那刚才呢 我们讲解了导致子宫内膜癌的 三大危险境地之一 那就是肥胖 那下一个境地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导致我们出现 这个异常的出血 是吧主任 那么子宫内膜癌 为什么会导致异常子宫出血 还是和我们的持运技术 这个失衡有关 那么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呢 由于运技术的缺乏 导致持运技术的相对的增高 那么势必就会造成 我们子宫内膜 总是处于增殖期的阶段 那么也是我们日后形成 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 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呢 一定要重视异常子宫出血 出现了月经周期不规律 或者月经中间期出血 或者是什么 经量增多 经期厌长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做相关的检查 来避免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 就像刚才我们主任说的 这个周期的不规律 或者说出现了这个异常出血的情况 都会给我们这些女性朋友 一些提示 需要大家伙来警惕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个医生了 说到这儿 小于对于刚才我们主任说的这些 你有什么看法吗 因为像我们很多适龄的女性 可能精量的或多或少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刚刚进入绝经的 中老年的女性 偶尔来了几次 这个月经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如何来去判断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所以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请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也是我们临床总的一个误取 有很多患者 真正就以为自己就是正常来月经 其实说不止 这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 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 前一阶段 我有一个患者 就是他62岁 他一直在来月经 他跟我说一直在来月经 而且是每月一来 间断也是七天 那么他近两个月 突然出现什么 血水样的一个分泌物 而且特别特别多 晚上需要垫尿裤 而且还有什么 他排尿困难的 那么经别人介绍 来到了我们医院 到了我的诊时 那么经我一检查 他就是一个什么 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患者 追问病时 他至我说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检查 没有做过任何的筛查 他说我没有症状 我筛查啥 这是很多老百姓 都是有共有的一个特点 没有症状不筛查 没有症状不检查 那么往往我们临床当中 确实有很多这类的患者 往往都是有症状了 才得检查 但是往往确实都到了 一个中晚期 所以这个病例 特别特别的惨痛 那刚才我们主人 用这个临床的案例 也在提示着我们大家 如果说您出现了 这种异常出血的情况 就需要我们提高这个警惕了 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尤其是在这个绝经期以后的女性 一定要更加的注意了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异常出血的情况 那还有哪些表现 会向我们大家再提示一些 需要我们注意呢 比如说临床当中 出现了什么 不规则的流血 这是绝对是我们 子宫内膜癌的一个 高位因素之一 再有就是一个 因到经常流血水样 分明物 如果当你出现有异味了 但往往都到了中晚期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绝经以后 尤其是我们维绝经以后 一定要重视此一素的赛场 一定要定期复查此一素 如果过高的此一素 就是造成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位因素 所以说这如果进入维绝经期 我们一定要关注此一素 如果此一素高 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用 黄底酮 结抗此一素 来达到我们内分泌的平衡 其实我们所有的肿瘤 包括我们其他肿瘤 就是因为我们内分泌失衡了 导致了我们这些肿瘤的发生 那么保证我们远离 腹壳肿瘤的唯一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我们让此一素 比例达到平衡 就能让我们远离腹壳肿瘤的困扰 还有就是偶尔觉得 小腹的最痛最胀感 也是我们子宫内膜 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之一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它的细节 一定要重视 那刚才我们的主任提到了 这个子宫内膜癌的第二大危险境地 那就是异常出血 那么同时大家呢 还要关注到就是我们平时 有没有小腹的疼痛啊 以及白带的一些情况 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应该引起大家都重视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第三大危险境地是什么呢 就是未生育 奇怪啊小白 从节目刚开始啊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说 没有生育对子宫的这种危害性 甚至会导致子宫内膜癌 那我就特别纳闷 你看我们没有生过孩子的 这个子宫也没有承受过压力啊 和损伤 那为什么就会 风险就会增高了呢 那么不孕不育 确实是造成我们什么 你看临床中确实有很多的患者啊 他的鲁腺癌 还有他的子宫内膜癌 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生育 那么没有生育 为什么怎么还跟子宫内膜癌 有联系呢 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孕不育 因为它代谢稳乱性疾病 也是由于肥胖 导致它排卵功能障碍 那么没有排卵 就没有孕育素的产生 那么没有孕育素的结抗 此一处也会导致我们子宫内膜 呈增殖状态 长期的增殖状态 就会造成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位因素 那么怀孕以后 对我们子宫内膜 确实是一种保护作用 我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患者 27岁 那么他就是一个子宫内膜癌 当时他确实他有多囊卵巢中国症 那么多囊卵巢中国症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中 太常见的一个病种 由于他长期不排卵 也是造成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长时间的增生 最后导致了他不规则流血 那么来到我的诊室医 检查医 做超生显示 功枪战美病变 好在他是早期 所以经过我们内分泌的条理 他其实有这个患者 确实保守治疗成功 所以说啊 这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还是那句老话 到什么年龄 就该干什么样的事 早生育呢 也是对我们这个子宫的一种保护 甚至早生孩子 是可以降低 子宫内膜癌发生的这种概率 我这样说 这样理解对吗主任 是的 到什么年龄 就要做什么事 但是说到这儿 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咨询一下 我们的主任 如果说是这种未婚未育 或者是还可以继续生育的女性朋友 如果一旦不幸啊 患上这个子宫内膜癌了 那这会不会剥夺他们以后的这个生育的权利呢 主任 对于年轻人患了子宫内膜癌 如果他有生育要求 我们也要根据他的这个病理的分型 疾病的症状 还有我们的他个人的意愿 来决定帮他制定一个完美 符合他个人的一个治疗方案 往往我们子宫内膜癌 我们完全可以用内分泌的疗法 如果他处于早期的阶段 病障没有达到基层 只在表面种植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内分泌的方法 帮他把子宫内膜转换为分泌器 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那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下您 如果说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个 子宫内膜癌的一些手术了 经过他的治疗了 那以后我们还会不会复发呢 子宫内膜癌如果早期 早期的治愈率 五年生存率在74%左右 远景还是可观的 而且我临床当中呢 子宫内膜癌术后的患者都非常非常好 现在有的已经达到20年了 也没有复发 那今天我们的原主任 从子宫内膜癌的三大危险境地 详细地为大家科普了 子宫内膜癌的致病因素 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 那么有时啊 正是因为我们对疾病的认识程度还不够 所以忽视了身体 向我们发出的危险信号 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那么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 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 重新认识 并且重视子宫内膜癌这个疾病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 美丽健康的人生 真正的果木炭火烤鸡来了 皮薄如纸 肉嫩多汁 满足味蕾 唇齿流香 孩子馋乐来一只 朋友聚会来一只 逢年过节来一只 打开这场桌 凉的就能吃 凉的更好吃 没有防护剂 没有添加剂 老人孩子放心吃 49.9元一只 两只更优惠 惊爆抄底价 只在北方嗨购 快来抢购吧 你好 要一个蜜汁叉烧 请吃绘画鱼 再帮我点一个白蟹鸡 好的 先生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要不然先这样 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那好 我们先点这些 一会儿不够我们再讲 好的 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去嘉县锻炼的机会 肯定是打着背包就去 他们怀着热血而去 扎根扶贫 不怨无悔 我自己能帮助别人多少 就做多少 我来自三年前就回来了 结婚在里头 能落个农家一会儿 他们满腔肉爱而归 在美丽家乡 挥洒青春的汗水 在田间 在山头 在晨起 在日暮 只要我们堪杰库 堪杆 什么东西都是有点 在与贫团交锋的每一次对抗里 在与老百姓的每一次微笑里 他们用脚步丈量人生 他们用奋斗迎接曙光 无分的 不青春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原主任做客 我们的健康朋友圈 今天带着大家重视了这个危险信号 远离子宫内门癌 那在节目最后还请要一下我们的主任 有没有想要叮嘱我们第二期前圈有的呢 对于子宫内门癌呢 大家也不要谈癌色变 大部分的子宫内门癌可以在早期发现 甚至呢 大部分的子宫内门癌呢 是可以彻底治愈的 即便是晚期的子宫内门癌 也有相应的治疗方法 那么对于我们女性 我们不但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还要积极地什么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还要定期进行复刻检查 如果有月经异常 或者其他相关的症状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 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 非常感谢袁小梅医生的提醒 如果电视机能的各位圈有呢 对于子宫内门癌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24-2318-6065 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我们会请袁小梅医生来问你解答 再次感谢我们主任今天的分享 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北斗荣梅客户端